是黨主席的 過去許信良 他訂出來的高目標 高標準 他沒有達成 民進黨是大贏 他都是黨主席 這個叫責任政治 所以不要叫在張王看破牆手 你就是為了明年選輸 不要落台 你如果現在總統兼黨主席 明年選雲 你當然是就是黨主席的功勞 你就繼續連任 這沒問題 繼續做 選輸一個政黨的黨主席 為了選輸付席 這個是民主常態 你為什麼昨天要修這個法 看起來昨天整個全代會 就是這個法 其他的都不重要 總統兼任黨主席 你講什麼居住正義 食品安全 是你未來要努力的願景 什麼改革再升級 團結更壯大 這個是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記得住 你就是要通過這個案子而已 馬英九現在太怕了 他那個雞蛋跟鞋子打到他 是不會把他打死的 可是他怕 所以下面的人拉網他也沒講話 讓他越拉越密 明年2014我先假設輸 先不要講輸 明年2014國民黨輸 他會不會下來 不用 我先講國民黨有沒有這個機制 剛才委員講的 沒有 國民黨並沒有選輸選舉 黨主席下台負責的這種政治慣例 沒有 的確李登輝在2000年的時候 剛才看到馬英九被丟雞蛋 因為他跑去警服門前面 因為他說第一次丟到政權 後來跑去李登輝那邊按門鈴 說總統你滾 沒有見到 大家被視為逼公 可是其實是連戰 後來叫他越快越好下來 李登輝覺得說我心灰一人 我要跑 李登輝自己走的 不是黨的機制讓他下來 也就是說明年就算國民黨輸 馬英九也未必會下來 他可以叫秘書長請辭就好啦 張宗泉你就負責的話 以前他也不是沒輸過 叫詹春波離開 進行補充回來接 但他還是非得掛這一條 而且他要跟人家講說 因為不能有兩個太陽 因為是繼承自己提上來的案子不是我 我還限縮一年 我等於是自公 其實他不是自公 他就是自保 而且他不講清楚 我先講大家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他昨天 如果這三個東西都不要處理 講說雖然國民黨沒有請辭 就下台的慣例 我在這邊宣布明年2014要輸的話 我就辭黨主席 全場都拍手了 而且他馬上 對 他馬上會上來 而且可能不只12% 因為投給他票的人會覺得說回來了 大師兄 二師兄都回來 有Gods 會有向心力 而且國民黨因此 還說不定打革命令黨打平盤 不會輸 可是他不敢講這個 然後大家講說別說了 失敗主義 剛才林煌哥講的那就是我內心的話 國民黨被馬英九綁架了 因為大家昨天在開會的時候 把王金平的案子都說 不要啦 不要啦 以黨為重 不要給他們看笑話 大家就都好好相忍為國 相忍為黨 相忍為主席 可是問題是馬英九他沒有講這句話 馬英九他打順手牌 2005年是他剛剛選上黨主席 把王金平生命的那一年 氣勢 陰氣煥發 他明明一看知道不可能不過半 那他跑到周習偉的總部去喊 如果沒有過半我就下來 還是很有效果 那個時候大家要記得 2005年是阿扁當總統 所有國民黨的選民 從2000年到2005年 這五年都是一直看著民進黨執政 我也希望我們國民黨 可以執政的情況之下 怎麼可以讓未來的希望馬英九下來 才剛當 8月才當 11月就要下來 不行 所以全部衝上來 周習偉才大贏羅雲家 羅雲家感嘆說 我沒可能輸以太多票 好 那所以那個時候他是 等於是我們在玩牌的時候 偷看到底牌 一定我們以來也是嘛 小臉 明明是知道會贏的他這樣 如果今年的2014 他明明知道不好打 還敢出來喊 這才是有價值啦 其實張宏 馬總統其實有機會把他的民調拉很高 拉很高 為什麼 第一個 恢復王金平黨籍 對不對 對 破壞聲音吹下去 吹下去 那現場不得了 新聞做多大 第二個事情是什麼 明年選輸我下台 這樣今天做30% 對不對 有喔 會喔 會38喔 李委員如果他這樣講 你會不會給他鼓掌 我認同 會不會鼓掌 當然鼓掌 會不會鼓掌到手痛 那一定的 如果馬英九昨天這樣宣布 這樣決定 他就不是馬英九 對啦 我也提到 對不起 因為我要進廣告 你要補充 你要補充 我的意思是說 馬總統沒有變 馬總統是什麼 把巨馬500個圍起來 1900個警力圍起來 四個 五個分局長找來 七個檢察官找來 要幹嘛 我一起來 我裡面繼續當皇帝 我不改 其實這才是你們 國民黨的危機 這我看來 所以作為國民黨員 也是中常委 李委員 等一下2014年 你也煩惱嗎 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 好不好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我剛剛說 馬總統錯失了絕佳的機會 讓他的民調翻轉 他只要昨天說 我這個拚了命 要來保護王金平的 恢復王金平的黨籍 對不對 第二個事情是 2014選輸了 我負責下台 黨主席辭掉 好 李委員說 他那個手 會這樣打到 就要起紅起來 這個李委員 2014你會不會擔心 2014照目前這樣的情況來看 確實是滿擔心的 對黨內這個選舉 不過2014他主要 這個契合選主要還是地方選舉 那依照 目前我們所 的觀察 跟一些部分的民調來看 其實國民黨的基本盤 還是還在的 並沒有像想像中這麼悲觀 那當然 如果要好 有勝選的機率比較提高的話 我想拚經濟才是正道 讓人民有感 所以這段時間我們認為說 在意的並不是在 這些紛紛擾擾的 這些人事上 或是黨內制度的改革 最重要的是拚經濟 所以馬總統昨天在全代會上 他有提出六大這個承諾 那個都是拚經濟的比較多了 應該是這麼來看 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確實是這樣 如果說 比方說當然我們都希望贏 沒人希望輸 就像我們支持馬總統說 你這次為什麼要兼黨主席 為什麼要去修這個呢 你之前會放棄自己一年半的時間 一年四個月的時間呢 為什麼 我支持你的時候是要你做四年 你就帶著我們往前衝 不能有失敗主義 你現在講這個就對了 對啊 你要2014 2016 我們都往前衝 大家就是慎選做考量 要有必勝的決心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精神來帶我們 我們現在講這個 就是馬英九自己說 我如果國民黨2016慎選 新的總統他就接任黨主席 我的任期就少一年半 不是他講的算 他選黨主席 像人家給他票就講 你的選舉付託 預期值就是四年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現在就變成這個問題 剛剛洪一哥問說 會不會單記2014會輸 我也有點擔心 黨代表擔心到 抽掉一包煙在那邊 外面的 但是我跟你講 有一個人 西安國亮有愛健康 有一個人他不擔心輸 有一個人評估會輸 但他並不擔心輸 誰 就是馬英九 為什麼他不擔心你 他不擔心2014輸 反正黨主席就穩住了 我們討論這麼久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好像是說幫他建立這個 2014建立這個 沒有沒有 我先聽我講 不是不是 不管他 大家先聽我講一下 為什麼會這樣說 2014可能輸對不對 現在這個東西是不是很好講 是 有沒有用 還要看到時候逼宮的力道 如果大輸以後全部都逼 逼到後來不得不下 也有可能 但是2014輸 我跟大家講 選舉有一個叫做鐘擺效應 現在明明國民黨的民調這麼低 剛剛委員講到重點 這叫地方選舉 就算我台灣一半以上的縣市 全部輸光了 下一個更重要的選舉 滿有最在乎是2016的總統 那個總統一定要是他的人 我就最相信鍾寧荒 他一定要選上 我一定要讓他選上 選上以後我happy四年 所以就算我2014的縣市場選舉 沒有被民進黨搶了 民進黨好高興喔 那才是鐘擺效應的開始 當民進黨搶去那邊的時候 藍軍的選民 689萬的選民 在這一次2014 沒有支持馬英九的選民 會想說 那我們2016還要讓國民黨再輸嗎 反而擺回來 這才是馬英九想要看到的 所以他不怕輸 他不會刻意把他 你說什麼 你說誰出來選總統對不對 馬英九喜歡的人是不是 馬英九喜歡的人當然就是吳敦毅 希望吳敦毅選2016的總統 可是吳敦毅民調比不過朱立倫 所以現在我已經是一個等據 如果最後是朱立倫 黨內初選贏過吳敦毅 你看朱立倫也不跟馬英九交惡 所以該有的他還是會 該講的話他會講 執政好就不用藍彈網 那該去他會去 可是他也不會跟馬英九很接近 靠在一起 那吳敦毅跟朱立倫的民調 現在差多少 一定是朱立倫比較高 沒有 黨內有沒有做我不知道 可是你從各個商場知道 朱立倫 我可以講朱立倫要是跟吳敦毅 真的進去黨內參選 不管是初選 不管是民調或者是黨員 朱立倫一定會贏吳敦毅 我跟你講其實 馬英九最喜歡的不是吳敦毅 馬英九最喜歡是他自己 因為他自己不能選了 其實我覺得馬英九 不用打那個如意算盤 說2014 2016會有鐘擺效應 我們從1997年縣市場選舉 一路看到現在 總統選舉前那次的管理長 誰贏 誰就贏總統 從1997到現在沒有一次例外 民進黨2008 民進黨2008為什麼輸掉 因為2005那次管理長大輸 村六勝 村六個管理長 所以2014如果國民黨慘敗 馬英九不要想有鐘擺效應 那個鐘擺盪到這邊就黏住了 他再也盪不回去了 現在明星的象背到什麼程度 我講一個小故事 當時蔡委員說到那個 丟粉紅色鞋子的那個媽媽 他不然要向移送法辦 他需要就輸 找不到就輸 結果這個洪仲秋的 義務辯護律師團有一位邱律師 知道他需要律師之後 他就想說那我來幫他找律師 找到一位律師 他把那個電話給那個媽媽 那個媽媽跟那個律師聯絡之後 就到他律師宿所 談完之後 那個媽媽就很擔心說 那我要給你多好律師費 付不起律師費 那個律師跟他講說 不用啊 你已經付了 在你丟邪的那一剎那 你已經付完律師費了 這像不像美利島軍法大神 一堆就騎出來 義務幫這些人辯護 所以你看那個明星的相對 三十幾位律師都給你當場辯護 昨天現場有二十個律師在那邊等 有七個檢察官 但是有二十個律師 有二十個律師啊 對啊 這就是蠻一個不聰明的地方 他這個他一定要去跟他講 而且他要想辦法 你不要進進去 你就是要空中的嘛 你幹嘛提示他 你要過去問他 你為什麼抱著小孩還滿 你找個接著多出去 昨天那個七個檢察官在那裡 太離譜了吧 蛤 你敢說我看 你不要問我 我反正就是有些太太 你不要問我 不要問他過方校 會不會給我們道 二零一路人家是有一點點的 我們還是貪心啊 我們當然 但是不能長太陽 不是 請民主要報律師 我們輸了 現時長大使 國民黨 現在是很執便 我跟你報 但是 不是啊 登陸 西方 西方